吉隆坡甲洞宏图花园一条街道的150户伤民 过去六年一直面对水工不足问题 但又找不到问题根源 近来这个水工问题越加严重 居民日常生活大受影响 必须不断除水应急 有的居民更形容这跟旱灾没有分别 甲洞宏图花园其中一条街道的四层建筑物 六年来面对水工不稳水压过地的问题 150户伤民深受其害 这个苦日子近来更是雪上加霜 今早行动党联邦直辖区公共投诉局主任游家豪 带领水州水工公司职员勘察 希望找出根源 伤民指出水工在早上六点到九点之间相对稳定 但之后就水流越来越小还断断续续 到了半夜更是只能望着水龙头叹气 居住在顶层的住户不禁感叹 这样的经历跟旱灾没有差别 我家现在跟旱灾没有分别的 就是我的桶一定要沾买 就是凌晨要纯水 然后洗衣服 洗我那些水壶之类的 因为我晚上做工回来 水壶那些是等第二天洗的 没有办法洗到的 附近的商家也大吐苦水 水工部族严重影响生意 大部分商民都有向水洲水工公司反映 也按照指示更新水管 不过还是无济于事 只有一小部分的底楼商家所面对的问题有点改善 水州水工公司职员需要两个星期检查所有单位的水压 才能鉴定缘由 游家豪出请当局完成报告后 尽快向他们汇报 八度空间黄历会吉隆坡报道